欸 營養師Ricky 我運動後可以吃這個東西嗎? 可以吃那個東西嗎? 而營養師呢 我需要在運動前吃晚餐 還是在運動後吃晚餐呢? 運動後 一定要喝高蛋白嗎?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Ricky MyProtein呢 從4月15號到5月6號呢 每天都會邀請一位健身的KOL 來帶大家一起健身 希望呢 可以透過MyProtein的健身學院的熏陶呢 讓大家呢 從健身學院畢業之後呢 都可以更具更強壯 而黃金洲呢 健身學院呢 第五堂 又由我營養師Ricky來告訴大家 我們運動營養呢 該怎麼吃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課程吧 記得喔 不要放棄看到影片的最後 因為呢 我會送給你一個專屬的賭家優惠 我最常收到的運動相關的問題就是 欸 營養師Ricky 我運動後呢 可以吃這個東西嗎? 可以吃那個東西嗎? 而營養師呢 我需要在運動前吃晚餐 還是在運動後吃晚餐呢? 運動後啊 一定要喝高蛋白嗎? 今天啊 就把運動營養來分為 運動前應該吃什麼? 依據運動強度的不同呢 我們運動後又該怎麼去選擇我們要吃的東西 來去做個分類以及探討 運動前呢 對於一般人來講就是正常進食 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啊 如果呢 你平常運動前 你就不會特別補充食物 那你就不需要去特別補充了 除非呢 你是要做馬拉松的訓練 那又是另當別論喔 但如果呢 你平常的運動時間呢 是在晚餐之後 那你就跟平常一樣 吃完晚餐呢 再等待一個小時之後再去運動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不會不舒服 你也可以提早一點點 也就是說啊 對於一般人而言呢 你運動前不需要去特別補充 如果呢 你想在運動過程中呢 提升你運動的表現 你可以嘗試呢 在運動前呢 去攝取咖啡因 在鍛鍊過程中呢 也可以感覺到更輕鬆 因為呢 咖啡因呢 可以幫助我們儲存在肌肉中的一個葡萄糖 持續更長的一個時間 藉此呢 你延長肌肉達到疲勞呢 所需要的時間 換句話說啊 就是我們的咖啡因呢 可以提升我們的肌力 肌耐力 爆發力 還有有氧耐力 所以說呢 我呢 會在運動前一個小時 或者是在運動中呢 分批的去服用 可以嘗試看看 在運動過程中 我們將咖啡跟水 稀釋在一塊 這點呢 是我自己在實驗過後呢 我的運動表現呢 確實有達到很好的提升 而運動前跟運動中 攝取的咖啡因的劑量呢 大約是 體重的1公斤呢 可以攝取1到3毫克的咖啡因 大約呢 就是你去Seven超商啊 買一杯大冰美 再加水去把它稀釋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對於咖啡因呢 會有不適的朋友 那麼我就建議 你直接喝冰水也是不錯的喔 因為呢 運動中呢 我們補充冰水呢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加速降溫 減少流汗以及血液呢 大量分布在表皮的一個現象 進而達到我們減緩疲導而產生的一個狀況 研究發現啊 我們在比較熱的環境運動時呢 如果我們補充4度系的一個冰水呢 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們的心跳 提升我們運動耐力的一個表現 所以喝冰水真的不錯 那麼運動後到底該怎麼吃呢 運動後我們就要去區分一下 你是運動強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如果呢 運動強度你不高 其實你根本不用吃東西也是沒有關係的 絕對不會怎麼樣的 如果是運動強度比較高 就是有真正的訓練過後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你運動後一定要補充我們的 碳水化物跟蛋白質 而你可能會想 怎麼樣的運動強度算高呢 以重訓來說 你一次訓練可能10到20組 並且你不是都在滑手機那邊自拍的這種訓練呢 那你可能就需要去補充了 而主力訓練的話呢 碳水化物跟蛋白質的比值呢 是1到2份比上1份 例如呢就是50克比上25克左右 但實際上你要考慮到脂肪也會佔了我們的比例 但大家呢可以依照我們碳水化物比上蛋白質的比例 大約去抓 總熱量控制在300大卡 而耐力訓練呢就是所謂的有氧運動 我們碳水化物呢是3到4份 比上1份的一個蛋白質 大約是60克跟15克 並且呢我們把運動後的補充熱量 一樣控制在300大卡之內喔 但是如果你剛好要吃正餐 那你就直接吃正餐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了 而我比較常呢 會是在運動後呢 攝取了碳水 像是 香蕉、麥片、地瓜 這些都是我在超商可以方便取得的東西 而蛋白質的補充呢 我覺得直接補充 麥普林的乳清蛋白 麥普林的乳清蛋白 真的是非常方便補充蛋白質一個飲品啊 我不管呢有沒有在訓練 每天我都會補充最少一杯以上喔 因為呢蛋白質呢需要注意的是一整天的一個攝取量 當我們運動過後呢 對於肌肉的修復效果當然是更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問我說 營養師啊我沒有運動 我可以喝乳清嗎 記住每天都可以補充 但是 一樣一個準則 食物為主 食品為福 如果大家呢不想踩雷的話 可以參考我之前有拍攝過 10款口味的乳清4喝影片 再加上呢前陣子呢有遇到一個新的一個乳酸口味 哇 真的超讚 我的前三名就是 乳酸口味 玄米茶拿鐵 跟黑糖奶茶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喝過以後真的是愛不適事 最後呢就要恭喜你完成今天的 麥普林的健身學院的課程 如果呢你想看其他健身學院的課程呢 都可以到資訊欄點擊連結喔 最後呢為了獎勵你的努力 提供專屬於你的 麥普林的全站獨家優惠 我們從4月22號晚上9點 開始到5月6號 麥普林呢有一個 黃金周活動 將會在4月22號的晚上9點正式開跑 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嘛 Ricky你就可以享有呢 比站上更低2折的優惠喔 要記得喔 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才是對我們最大的一個支持 如果站上的活動是48折 你使用我的折扣碼就變成46折 超值優惠 課程結束呢休息一下 一起來喝一杯乳清吧 給大家看一下喔 現在這個是黃金口味的 它只有在我們黃金周呢限定口味 你平常時候是買不到的 好我來為大家試喝一下這個黃金口味的乳清 這是透明乳清喔 很多人可能會很有興趣 誒什麼叫透明乳清 所謂的乳清呢 我們把它脂肪跟碳水厚拿掉之後 它就會變成分離式乳清 但分離式乳清 雖然熱量低蛋白質高 但是很難喝 麥普林呢技術非常厲害 它把它做成透明分離式乳清蛋白 喝起來完全沒有奶味 喝起來跟清爽的飲料是一模一樣的 哇我跟你講喝起來真的很讚 它很像柑橘類 有兩香橙柳橙柳橘 然後一點都不酸 非常爽口 我會講你在夏天喝這個真的很貴 趕快趁這一次 黃金中優惠趕快給它買下去 這折扣力度是最大的 而且真的很好喝 不會慘的 記得喔 是透明分離式乳清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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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